- 這邊好不好轉轉 - 好 - OK - 不好意思 - 先拍完好不好 - 再跟你們拍先拍完好不好 - 不好意思前面的平民大哥 - 你們再一個低一點好不好 - 文在這可以一點好不好 - 好 - 再後退一個線 - 可以再往後嗎 - 可以麻煩一下 - 可以麻煩一下 - 可以嗎 - 可以嗎 - 可以嗎 - 先拍前面的小姐 - 可以嗎 - 可以嗎 - 好 - 這裡你們有看到嗎 - 有啊 - 這裡有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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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OK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 - 那當然首先還是要對 - 在昨天受訪的時候所提到的這些 - 女生感到道歉 - 就是為我的傷害感到道歉這樣子 - 尤其是今天這樣一整天 - 這個還起訴訴流出 - 讓大家重新再提起這些當年的 - 這樣的現場的狀況 - 可能會讓很多女生 - 當時的女生感到很不舒服 - 那想要再正式的像這些當時的女生 - 只是這不應該是你們承受的 - 對那還是要感到非常抱歉這樣 - 那首先當然我要首先先跟我的所有的支持者 - 在網路上面現在很多在為我辯護的支持者 - 說一聲就是說不用為我辯護啦 - 不用為我辯護 - 也不要去批評那一些譴責我的人 - 那這件事情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 - 它本身就是一件我做錯的事情 - 那我說出來也沒有要取得所有外界的諒解 - 就是本身它是一件錯事 - 那說出來就是希望能夠獲得社會的公平 - 那我希望能夠讓大家看見 - 我過去就是這樣一個人 - 我過去就是做過這樣的事情 - 希望能夠對我所有的支持者 - 也對所有社會大眾坦承 - 這是我的本意 - 並沒有要強求大家對這件事情的諒解 -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錯事 - 那在昨天受訪的時候 - 其實講出這個過去也成年的往事 - 當然是希望在這個正式的登記之前 - 能夠向我所有的支持者 - 也向社會大眾 - 能夠有一個正式的說明 - 其實我在過去這兩年 - 其實一直都 - 它一直在我心中當時 - 一個非常沉重的事情 - 也困擾我很久 - 也困擾我很久 - 在每一次要投入 - 不管是華龍罷工 - 媒體壟斷 - 或是318運動的時候 - 都一再的造成我的壓力 - 在想說這些事情會不會 - 反而報道出來 - 會影響到公共議題的進程 - 這樣 - 那昨天在受訪的時候 - 那我覺得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- 所以就順著這個採訪的事 - 就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- 那這個時候講出來 - 其實最主要的用意 - 還是希望在登記之前 - 正式參選登記之前 - 能夠讓所有支持我的選民 - 我不想要欺騙大家 - 不想要讓大家在支持我之後 - 有被欺騙的感覺 - 所以希望能夠向各位坦誠 - 我認為說從政這種誠信的問題 - 是最基本的一個政治人物也好 - 或是參與政治的人 - 最基本的一個原則這樣子 - 當然在網路上面 - 很多人會提到說 - 接下來你是不是會再犯 - 那你說你有接受過緩起訴 - 你接受過心理諮商 - 那接下來這個你好了沒有 - 那你會不會帶你未來從政之後 - 再犯同樣的錯誤 - 那我想跟各位說明 - 就是在後來接受心理諮商的過程裡面 - 當然我的心理諮商員 - 後來我們在討論過程當中 - 去檢討說到底為什麼我會犯這樣的錯誤 - 到底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問題 - 那當然心理諮商 - 我們得出來的結論 - 其實認為說在過去我的這段時間裡面 - 過去這些經驗當中 - 其實我很難信任人 - 很難信任人 - 很難信任人 - 以至於我其實身邊沒有什麼 - 可以交心的朋友 - 所以很多時候是我一個人在孤單的 - 在面對很多事情 - 但是在我一個人面對這種孤獨的時刻的時候 - 其實我沒有辦法去 - 我常常就會做出一個錯誤的 - 找到出口的決定 - 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 - 這一年半的時間 - 那我當然已經沒有再犯同樣的錯誤 - 我也試著重新去建立 - 包括跟我室友 - 跟我朋友 - 跟我這些所有的運動夥伴 - 他們有些人知道我這些事情 - 很盡力的在幫助我去建立 - 我們之間的信任的關係 - 讓我重新學著去信任人 - 找到一群真正的朋友 - 可以不要有這麼多 - 這種面對自己獨處 - 學會自己如何獨處的這種機會 - 昨天在我受訪完之後 - 回到我的競選團隊裡面 - 他們都是跟我過去這幾年來 - 一起運動 - 參與運動過來的朋友 - 那我第一次完整的告訴他們 - 所有的過去我這些事情 - 那也是等於是在我過去這幾年 - 心中的一個秘密 - 終於告訴我這群朋友 - 當然我心中還是很懼怕 - 會不會大家聽完之後 - 會背離我而去 - 但是昨天晚上其實 - 讓我感觸特別深刻的是 - 我所有的競選團隊 - 在聽完我這些事情之後 - 大家雖然當然認為我做的是錯事情 - 那也批評我做錯這樣的事情 - 但是大家認為 - 我們在苗栗打這場仗 - 我們還會持續的打下去 -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 - 在我接受還起訴結束 - 然後接受完心理智障之後 - 當然我不會在 - 我已經沒有在做這樣類似的事情 - 而且同時我現在還會選夥伴 - 我目前專心自治 - 就是要回到我的家鄉苗栗 - 來好好的打這場仗 - 把我們的價值 - 能夠實現 - 過去如果對我有所失望的支持者 - 那我不會奢求各位的諒解跟原諒 - 但我們會用我們的行動 - 來證明 - 我們在過去這些議題上面 - 的努力 - 我們會設法把它 - 在苗栗這個選戰當中能夠實踐 - 謝謝大家 - 民進黨到目前為止 - 其實我們都尊重 - 就尊重民進黨說任何的決議 - 當然未來如果有任何 - 新的變動或新的決議 - 那我們得都尊重這樣 - 會不會反映這件事情 - 今天上去影響之後的選情 - 對 我想 - 今天這樣的事情 - 當然你說不會影響選情 - 我是騙人 - 那是騙人的 - 就是說很多的選民 - 當然會對這件事情抱持質疑 - 但是我想 - 不妨礙我們未來的選戰的行程 - 我們還是一樣 - 就在這禮拜開始 - 規劃到各個鄉鎮去 - 深入鄉間 - 跟所有的鄉親 - 來溝通我們的理念 - 當然同時也會跟各位來說明我過去這些事情 - 我們會用行動來爭取大家的認同 - 還有沒有意識覺得沒有坦承 - 但是可能全民必須要知道自己的事情 - 對我想 - 涉及這種公共的事物 - 因為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- 過去有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私德問題 - 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私德問題 - 它涉及到 - 我的確對 - 在公共的 - 我的確對 - 我覺得傷害了人家 - 也是一個觸法的傷害 - 對 - 但是在這樣的層級上面的問題 - 當然就是這兩件 - 當然其他在網路上面流傳很多 - 比方說 - 可能對我的女友不忠 - 或是我可能 - 再約一些女生 - 這些事情是我的私事 - 但這些事情我想 - 我也不會迴避 - 但是我私事 - 但如果大家要檢驗 - 我也無法阻止 - 好 - 你有想過要退選嗎 - 目前我們還是不便初衷 - 持續再堅持選到底 - 這也是我們競選團隊 - 目前大家共同的共識 - 對 - 會擔心在對手 - 國民黨拿來當作一個發柄 - 以後就是 - 被騰動的大 - 那我們既然已經選擇了 - 要坦承這一切 - 那我們就當然 - 不害怕這樣的攻擊 - 這就是我們把我們所做過的事情 - 都已經攤在陽光下面 - 讓國民黨 - 和讓社會大眾來檢視 - 那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- 那你說怕不怕 - 那就沒有怕不怕的問題 - 我們已經把我們人所有都說了 - 當時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- 是什麼心情 - 是在想什麼 - 那時候就是 - 是一時的衝動 - 在做這樣的行為 - 兩次一次在客運上面 - 那是一個衝動的行為 - 那後來 - 當然在客運那次事件之後 - 當然沒有在做過 - 在大眾運輸工具 - 或在公開場合做這樣的行為 - 但後來 - 後來 - 有時候一個人在家裡面 - 然後我的室友都回家 - 但我沒有地方回去的時候 - 那我有時候會到夜店選擇去喝酒 - 因為那邊有很多人 - 那在夜店裡面 - 當然你之前也有 - 夜店的女生 - 有一些親密的行為 - 但是當然 - 人知道並不是 - 所有人都跟你有K一樣的行為 - 那這次剛好是宇舉的行為 - 當然也是 - 讓我更警惕到 - 並不是 - 並不是可以 - 並不是 - 就是還是要拿捏 - 跟人跟人互動的分寸 - 但是我做錯的事情 - 請問你做這些事情 - 會成長環境下 - 能夠造成精神或是 - 學期上的病毒嗎 - 這我並沒有 - 這並沒有經過什麼精神醫師 - 精神醫師的診斷 - 我只能說我反正 - 在我的心格當中 - 跟我的 - 朋友比起來 - 當然我 - 更 - 難引信任身邊的人 - 所以常常感到 - 孤獨的時候 - 會找出不同的 - 找出不對的出口 - 但現在 - 我已經 - 找到一群夥伴了 - 學會面對自己的一個人的時刻 - 希望大家能夠信任我這一點 - 所以你從今之後不會再犯 - 對 - 我從今之後 - 我的信心 - 我也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- 就兩個起事件的 - 這女生 - 那我也正式的 - 向各位 - 向兩位 - 再一次的 - 表達我的歉意 - 表達我的歉意 - 尤其是今天 - 這一整天下來 - 又受到 - 第二次的這樣的 - 事情被掀開 - 那我也正式表達我的歉意 - 謝謝大家 - 好 -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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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想 - 就如同我今天下午在臉書上面的公開說明 - 其實實際上 - 圍庭 - 兩年前的這些事情 - 其實我們早在一起共識的時候 - 就都已經知道 - 那 - 作為他長期一起奮鬥 - 一起為了 - 台灣的社會運動 - 各式各樣的議題 - 努力的夥伴 - 其實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- 他也很坦白的對我們說 - 過去他發生過一些事情 - 所以我想他對我們也沒有特別的去隱瞞 - 這些相關的事情 - 那他一直看著他 - 怎麼激起他嗎 - 我想就如同我今天下午在臉書上所說 - 實際上這件事情確實 - 圍庭他過去做的事情是錯的 - 那這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好辯駁 - 如同他剛剛所述 - 那所以他今天願意把這樣的事件 - 已經是事情已經過了兩年 - 那他願意在此時此刻公開給大家檢驗 - 我認為 - 當然過去這件事情是錯誤的 - 這無庸置疑 - 那他也負起了這個相關的這個法律的責任 - 那對於這樣的事件 - 其實我們當然 - 會覺得他有勇氣去面對 - 那此時此刻願意選擇去公開 - 主動的去講出 - 他過去所犯過的這些錯誤 - 那我認為在這樣的態度上面 - 還是應該給予肯定 - 現在兩年前就知道 - 現在來的時候 - 其實早就有機會 - 不是 - 這實際上我想對他來講 - 這也是他壓在心裡面 - 壓了兩年非常久 - 那有這樣一個機會 - 他也不想要再多做太多的隱瞞 - 或是好像讓這個 - 他所支持他的這些朋友或選民 - 好像在未來有一天可能會覺得 - 好像被隱瞞了什麼事情 - 所以我想他的態度一貫 - 那他對我們所有朋友大概都是一致的 - 就是基本上他有什麼樣的心情 - 有什麼樣的想法 - 都會對他身旁的這些夥伴 - 跟他一起運動奮鬥的這些朋友 - 來坦白 - 那我想他今天也是同樣的心情 - 用同樣的方式去面對苗栗的選民 - 對 - 為什麼沒有覺得在一開始 - 我想這件事情基本上也是 - 真的對他而言 - 是一個非常大的心裡面的壓力 - 所以他壓了兩年之久 - 那所以 - 如同我今天所說的 - 我也蠻難想像 - 到底在過去一段時間 - 他要如何去面對這樣心裡面的一些 - 難受跟煎熬 - 那我相信這個難受跟煎熬 - 當然不只有他在承擔 - 包含當時候這個事件相關的這些相關者 - 其實也都可能承受了這樣子一個心裡面的壓力 - 那我相信今天他願意用這樣的方式說出來 - 對他來說 - 可能是這種解脫也是一種勇氣 - 基本上我們在反媒體壟斷那個時候 - 運動過程當中我們就已經知道 - 那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有告知嗎 - 基本上 - 基本上這整個事件 - 當然他當時候也是覺得說 - 在反媒體壟斷運動過程當中 - 我們知道說我部分的媒體 - 特別去抹黑他 - 甚至去放大他 - 的過去的一些事情 - 那甚至在網路上面 - 把他的這個家族的背景 - 甚至他的家庭的身世 - 各式各樣的這個過去 - 都在這個網路上面公開 - 或在媒體上面公開 - 或在媒體上面公開 - 那我想在這樣的心裡面的壓力底下 - 他當時候的考量是說 - 他選擇讓他的夥伴更了解 - 他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- 他不希望有所隱瞞 - 昨天講那件事情 - 跟明天的週刊發行有關 - 實際上我們沒有去考慮到週刊發行的問題 - 所以基本上是昨天 - 我想對媒體來講 - 他真的是一個 - 他到了這個時間點 - 他也不希望再 - 好像有一件事情耿耿於懷 - 一直沒有說 - 所以他選擇在此時此刻說出來 - 有人說他說 - 因為參選之後 - 他就才會對手的把握 - 所以事前爆出來可以解釋 - 我想這樣的說法 - 大概各式各樣的揣測 - 我們大概都無法去 - 無法去抑止 - 或者說無法去這個 - 避免掉各式各樣的揣測 - 那我們也不會去做這樣子的 - 事情 - 說去回應 - 或是說是去揣想對方是用什麼樣的動機 - 什麼樣的態度在理解這件事情 - 那基本上我們的態度就是 - 媒體已經把他所有能夠說的 - 他相關的所有的一切 - 都已經公告給所有的公眾知道 - 那我想這是他面對事情的態度 - 好 OK 謝謝 - 在看照片方吧 - 或是說是指定的 - 先的話 - 現在我們會來取代一下 - 再一次 - 再一次